渡江战役结束后,解放军一路所向披靡,此时的国民党主力,在三大战争中连连吃败仗,1949年7月,叶飞司令带领着三叶第十兵团进入福建省, 随后针对当国军防守情况,发起了福州战役,接着又发动张夏战役,以最快的速度将米南和明北等重要城市全部攻下,但就在这时,叶飞却在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遇到了钉子,使中国改变了统一的规划,1949年10月25日,叶飞带领着28军,向金门发起了冲锋,由于多种原因,使得率先参加战斗的三个团 大部分牺牲,损失惨重,在解放军相关战报记载中,此次被俘士兵和投降者,将近3900人,但是国军战报记载,一共俘虏了共当7364人,而解放军战报记载此次击毙国军人数超9000人,台湾却表示,国军只有1270人战死,受伤的也只有不到1970人, 虽然双方的说法有很大的差距,不过有一点能够肯定,自从渡江战役结束后,金门战役是解放军最大的一次失败,因此也被称为解放军最为惨重的一次败仗, 很多军迷都想不明白,以当时解放军的气势以及战术体系,应该是所向无敌的,为何却在金门遭遇了惨败呢? 究其原因,首先在当时渡海的时候,解放军的船只不足,因此攻击力受到了极大限制,其实在1949年9月,蒋进时下达命令,表示,如果解放军赶来侵袭,在每个月满潮的时,后务必要派遣空军和海军事先进行搜索敌船, 只要是在内河上游100海里范围之内的船只,不管大小一缕全部炸掉,就这样国军把福建、江苏以及浙江等海域附近船只都给炸了,甚至上海造船厂也没有幸运躲过,其次,自从三野渡江之后,没有遇到国军的抵抗,因此情绪上骄傲了起来, 不管指挥官,连下面的士兵都掉以轻心,认为金门就是一个小小的挡路时,根本无足畏惧,只需要指挥官一个命令,直接冲上去,就可以将金门守军全部击垮,可是却忽视了船只严重不足,以及情报不及时等缺陷,此外,对于潮汐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,导致大量船只搁浅不能使用,后续士兵只能干瞪眼, 第一批部队凌晨登陆金门之后,刚好遇到退潮,当准备返航迎接第二梯队的时候,潮水已经涨潮,三百艘辛辛苦苦攒起来的战船全部搁浅,等到天亮之后,国军直接把这些活靶子轰炸了,就这样叶飞根本凑不到其他战船增援了,总的来说,金门战役解放军惨重失败的因素有多个,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船只不足, 好不容易凑齐的三百艘全部被炸毁,这导致解放军再完美的战术都没办法发挥,只能干着急,解放军在金门惨败震动了毛主席,在第四野战军快要发动海南岛战争时,毛主席为了不再重蹈金门惨败,派出四野向三野调查渡海作战经验, 防止在此出现金门的不幸,在四野准备充足之后,成功把海南岛给拉下了。